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长春藤解析英语 我是Wesley 今天是8月24日 我们在杂志的第64页 今天我们有一个文艺选田的练习 那文艺选田呢 我们建议各位 先把它给我们的字 先看一遍 尽量把它标出 它的词性 还有它的意义 当然尽量 有的时候碰到不认识的字 你只能控在那边 但是你认识的 想得到了 尽量把它标出来 因为我们在解题的时候呢 词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那意义当然也很重要 好 所以我们看他给我们的字 第一个字 factors 这个是名词因素的意思 什么的 这个致命或者成功的因素等等的 B vulnerable 形容词 容易受伤的 C habit 名词 习惯 D emerged emerged 就是 浮现 动词的意思 而且他加了ed 过去式 E supply 名词 或者是动词 都有可能 供给的意思 或者供给的意思 F contribute to 这显然是动词片于 对什么什么有贡献 或者有助于什么什么 G Related 形容词相关的 H Filter out 就是过滤出 这是一个动词片语 标注一下动词 Shortages 名词 短缺 J Debatable 形容词 可以争议的 没有定论的 好 那我们看完这一次之后 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 它的标题是 Face masks Prevention Or just popular Face masks 就是 口罩 Mask 就是一个 罩子 那Face mask 用来清楚地告诉你 它是口罩 有的时候 如果上下文清楚 你直接用mask 也可以 那口罩 Prevention 是预防 Or just popular 还是说 只是流行 那这是英文的标题意思 那这篇文章 我们有个中文标题 叫做 口罩在手 健康 我有 好 那我们来 因为它也是文艺选题 所以我们就直接 来看它的文章 一句一句看 我们看第一句 它说 Nowadays Face masks are being worn all over the world But their popularity outside of hospitals used to be limited to mainly East Asia 所以 Nowadays 就是这年头 如今 Nowadays 它真正的意思就是 Now 尤其是 Compared with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所以 它常常在中文里面 有那种口气 就是 或者它的语气 很接近中文的那种 这年头 好 我们看下 接下来它说 Face masks 这年头呢 口罩 are being worn 被戴起来 all over the world 也就是说 现在呢 全世界都在戴口罩了 But 但是 their popularity their 就是口罩 口罩 他们的这个 受欢迎的这个状态 Outside of hospitals 在医院以外 受欢迎的这个状态 used to be limited to 原来 本来 used to 就是本来 本来只是怎么样 be limited to 本来只是局限于 mainly 主要 主要局限于 哪里呢 东亚 好 所以这个地方 各位 还要注意一下 outside of hospitals 那hospitals 是复数 因为它不是 一家医院 好 所以这句话 一直告诉我们说 现在大家 都要戴口罩了 但是呢 之前 在这个 口罩 在医院之外 受到大家欢迎 大家在医院之外 喜欢戴口罩 这样的一个 popularity呢 原来只是 局限于 主要是在 东亚 才有这种事情 好 我们来看下一句 它说 the trend blank in japa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during a worldwide flu pandemic that killed millions 好 the trend 就是一个趋势 显然讲的 就戴口罩 这个趋势 然后一个空格 然后后面呢 地方片语 地方副词 in japan 然后呢 时间副词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好 然后呢 during 后面又是 继续告诉你时间 所以很明显的 第一个空格 主词后面 少了一个什么 少了一个动词 因为主词加动词 再加时间副词 再加地方副词 等等的 或者再加 主词动词 地方副词 时间副词 所以这里 我们少了这个动词 那这件事情呢 各位看到 它是这个 20世纪早期在日本 所以这件事情 应该是个过去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只要找一个 过去式的动词 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找到 这个过去式的动词 诶 看一看 好像只有一个 就是emerged 好 因为related 虽然看起来像ed 但是related 常常是用来当形容词用 所以emerged 就是浮现 诶 意思也很通啊 这个趋势 在20世纪早期 在日本出现 浮现 那这是标准答案 那20世纪早期 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 它是在一个 during 一个worldwide 全世界 世界性的 一个flu pandemic 流行性感冒 flu 流行性感冒 然后呢 pandemic 一样是一个 大规模的 全球性的流行 pandemic 好 那所以它是在这个 20世纪早期 一个世界性的 感冒流行当中 这个趋势 兴起了 那这一个 flu pandemic 它怎么样呢 that 就是指这个 pandemic 它killed millions 它造成了 数百万人的死亡 好 这应该就1919年 那个时候的 那个大的 那个流行性感冒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 它说 this blank continued to grow in Japan throughout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n spread to many nearby countries this 什么东西 那this 是个指示词 后面通常 就是要接一个名词 那看到 continued to 这个是动词 所以更让我们确定 第二个 空格要填 是个名词 这个什么东西呢 那我们看到 名词 第一个 a factor 这个 factor 只是负数 所以它不会用 this来指 所以a这个名词 不是我们要的 habit c选项 好像可以讲 this habit 这个戴口罩的习惯 这可能是正确答案 那我们再看看 其他的 e supply 可能是名词 但是你说 这个供给 持续 我们没有讲到 任何供给的事情 所以e也不对 那接下来 shortages 一样 它是负数 虽然它是名词 可是它是负数 所以也不用考虑 所以第二个选项 很明显的答案就是habit 所以这一个habit 这个戴口罩的习惯 continued to 持续的grow 成长 或者增长 in Japan 在日本持续的增长 throughout 就是all through the 20th century 所以20世纪 所以20世纪 整个世纪呢 这个戴口罩 这个habit 在日本持续的 越来越多人戴 持续的成长 然后呢 and then 然后呢 接下来 它就 spread to 它传播 传散到 很多的 many nearby countries nearby 是形容词 临近的 located at a short distance 所以在 从日本开始 传到很多 其他临近的国家 好 我们看第二段 第二段第一句 它说 the wearing of face masks has become common in east asian societies and is a result of multipl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lank the wearing of face masks 就是指戴口罩 这件事情 当然你也可以说 wearing face masks 但是这个时候 感觉起来 动作性比较强一点 就戴口罩 把口罩戴起来 这个动作 或者这个状态 等等的 好 那在这里 它是讲 the wearing of face masks 就比较强调是 戴口罩这回事 好 这件事 has become common 变得很普遍 in east asian societies 在东亚的社会里面 society不止一个 东亚社会很多 好几个国家 所以呢 society是复数 所以在东亚的社会里面 变得很普遍 然后呢 接下来 它说is a result 就是the wearing of face masks is a result 戴口罩是一个结果 什么的结果呢 a result of multiple multiple就是more than one 事实上是 常常有那种many的意思 好几个 所以它说好几个怎么样 historical 跟历史有关的 还有呢 cultural 跟文化有关的 什么东西 那显然它是一个 跟历史文化 因素有关的嘛 好 所以我们选到factors 答案是a 好 那你说 我没有想到 因素这个字呢 那没关系 我们看到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都是形容词 所以后面 剩一个空格 这空格一定是个名词 好 那名词不多 我们刚看到supply 供给 这个方案子也根本 不可能讲不对 那shortages 你说历史文化的 欠缺缺乏 这个也不对嘛 好 那habit已经用过了 所以最后就是factors 好 所以正确答案 就是factors 那我们再看下一句 它说 these include not only disease but also beliefs root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 which qi is a hugely important concept 好 these 就是指这些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include 包括什么呢 not only 不但包括了disease 就是历史 社会因素 历史还有文化因素 包括了疾病 有疾病的关系 我们前面也讲到 当时是有一个 flu pandemic 那不但是疾病 还有 but also beliefs 一些信仰 或者你所相信的事情 而这些 beliefs 是怎么样 是root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这个地方 rooted in 就是根植鱼 源鱼 的意思 所以这个信仰 是源于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传统的中国医药 就传统中医 传统中医 of which which就是传统中医 那在传统中医当中呢 qi is a hugely important concept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所以传统中医呢 讲qi qi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这个of which 这个结构呢 其实你把它还原就是 不要用关系代名字的话 还原就是 qi is a hugely important concep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所以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那个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我们用关系代名字带掉了 但是of还是要保持在它前面 所以变成of which 然后呢of which 再搬到句子的前面去 好 变成of which qi is a hugely important concept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 他说 the chinese character for qi is blank to air breathing and energy 所以the chinese character 就中文的这个字 character就是字 for qi 也就是说中文气 这个字呢 is怎么样 to air breathing and energy air就是空气 breathing 呼吸 energy 是能量 所以中文的这个气 这个字 跟空气 呼吸能量 怎么样 跟它们有关 所以我们可以 按照意义上 我们可以找到 related g 就是我们这个正确答案 那如果你意义上 没有联想到的话 那一样 你可以去判断 根据词性判断 is 后面一个空格 再加to 所以is中间空格 再加to 这个空格呢 大概可能是个分词 或者是一个形容词 而且这个分词呢 常常是一个被动的分词 照这样去找的话 你会发现 很快我们就看到related to 因为另外一个 有ed的跟分词 有远远一点关系的是 emerged 这个是我们已经用过了 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就可以找到 那就是related 好 所以在中文 在中文里面呢 就是中文 中国这个 气这个字 和空气 和呼吸 和能量有关系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 他说 people believe that if one is low on 气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fall ill 所以people believe that 人们相信 if 如果one 就是任何人 如果有一个人呢 is low on 气 to be low on something 这个很好用 很好用的一个片语 大家记起来 就是某个东西的 supply很低的 某个东西的量不多了 叫做to be low on something 英文也可以说 to get low on something 或者是 to run low on something 都可以 那就都表示 慢慢没有了 例如英文你可以说 we're running low on coffee 我们的咖啡 不太够了 we're running low 或者we're getting low on coffee 或者你可以说 the airplane is low on fuel 危险的 这个飞机的油料 不太够了 the airplane is low on fuel 或者甚至于 你有时候可以开玩笑 说well I think we're a little bit low on cash 我们的现金 不太够了 各位听到这种话 所以要听出里面的意思 它所谓现金不太够 意思就是 我可能房地产很多 只是现金不太够 anyway 开个玩笑 好 所以在这里 我们回到这句子 他说 这个句子里面说 people believe that if one is low on chi 大家相信 如果你的气不太够 也就是气虚的话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fall ill to be likely to 就是容易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就是更容易 fall ill 就是生病 这个字很 其实你各位可以讲 fall 本来是倒的意思 所以很容易想象 联想 它倒下去生病了 叫fall ill 好 我们看下一个句子 它说 thus maintaining a blank of clean air in one's lungs is important 因此 maintaining 维持 a summer of clean air 那er 是个贯词 空格 后面是of 是个阶气词 所以这个空格 多半就是要一个名词 好 那我们现在剩下的名词 可以选的不多了 而且是 所以那个shortage 这个字 shortages 这个字 就不能用了 所以只剩下一个supply 好 所以正好就是正确答案 所以maintaining a supply of clean air 就是维持一个干净空气的量 in one's lungs 在你的肺里面 维持一个干净的空气的量 is important 这很重要 好 我们看下一句 它说 because face masks can blank harmful particles in the air people tend to consider them a useful tool for disease prevention 因为口罩可以怎么样 harmful particles harmful 有害的particles 分子或者颗粒 in the air 好 那口罩跟空气里面的有害分子跟颗粒 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 我们需要这个动词 而且意义上 正好就是我们h这个选项 filter out 过滤 好 所以因为口罩可以过滤空气里面的一些 有害的分子 或者颗粒 所以呢 people tend to tend to 很容易 人们往往会consider them 认为他们是什么呢 直接加补语 consider them 补语就是a useful tool 一个有用的工具 什么工具呢 a useful tool for disease prevention 对疾病预防来讲 是个有用的工具 好 我们看下一句 也就下一段的第一句 它说 howe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face masks in preventing disease is blank 但是呢 the effectiveness of face masks in effectiveness就是有效性 口罩的有效性 那个in 是表示在某一个方面的有效性 在哪个方面的有效性呢 在preventing disease 在疾病预防 或者预防疾病这方面的有效性 is 是怎么样 那后面要加一个补语嘛 那我们想到is后面 要么就是名词 但是名词的话 有贯词的问题 那但是如果是形容词的话 is怎么样 那上一段讲的都是口罩的好处 这段可能要讲的口罩 可能不是那么好 所以我们想到 可以用的形容词不多 而且放进去正好可以 就是debatable 是可以有 是有争议性的 也就是说 不见得是对的 因为另外一个形容词 我们随便看到是vulnerable 你说这个effectiveness is vulnerable 因为没有这种collocation 所以答案就是debatable 所以它到底有没有用 这个是有争议的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 他说 According to Dr. David Powell A medical advisor to the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Face masks can actually blank the spread of germs 所以根据Dr. David Powell 他是谁呢 同位个告诉你 他是一个medical advisor 是一个这个医疗顾问 to 是谁的医疗顾问呢 用to这个阶系词来表达 他是 The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是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他是这个协会的医疗顾问 根据他所说呢 他说 Face masks 就是口罩 Can actually 实际上 事实上 actually 可以怎么样 我们看到can 我们就知道 后面要接一个动词嘛 然后呢 后面是the spread of germs 就是散播 Germs就是病菌 他也可以指细菌 不过主要是指病菌 所以他会怎么样散播病菌 那我们剩下的动词不多了 而且我们要是原型动词 那一看 只剩下 contribute to 而且非常的完美 正好就是contribute to 好 所以他认为呢 口罩 事实上可能会 有助于 the spread of germs 有助于 病菌的散播 好 我们看下一句 他说 Power Stated that Viruses Can be Passed Through Masts If they are Worn Incorrectly Or For Too Long Stated that 就他表示 他陈述 很正式的表示 很正式的陈述说 Viruses 就是病菌 病毒 病毒 Can be Passed Through Masts 这很好玩 各位看到 他用被动 病毒可以被 穿过 口罩 什么意思呢 就病毒 他不是说 自己很厉害 自己可以 看到口罩 附着之后 病毒就靠自己的力量 慢慢爬进去 不是这样子 我们知道 病毒很多时候 在口罩 例如他穿过口罩 可能是因为 你可能打碰 MT 或者是 口罩的缝隙太大 口罩不够好 所以都是要有一个 外来的力量 才会让这个病毒出去 最少这个病毒 是要透过气流 什么的 那气流是外来的力量 所以他是 Can be passed through Masks 所以他说呢 病毒可以穿过口罩 If they are worn incorrectly 如果口罩 戴的不正确 They是指 Masks 如果口罩 are worn incorrectly 或者是 for too long 或者口罩戴太久 失效了 那就 病毒会穿过去 好 我们看下一句 他说 Worse still If a mask becomes moist It can become It can become a breathing ground 或者 It can become 强调一下 It can become a breathing ground for harmful bacteria 更糟糕的是 Worse still 如果一个 mask becomes moist 口罩 口罩 湿掉了 这 Moist 是 slightly wet 就稍微湿掉 没有说真的 全湿掉 像wet 那样子 那 Moist 这个字 其实呢 它的这种湿 有的时候还蛮好的 例如说 你说蛋糕 你说 The cake is soft and moist 这蛋糕呢 软软的 带有水分 那个 Moist 那种感觉 但在这里呢 它没有那种 很棒的感觉 它只是告诉你 口罩 如果湿掉了 例如说 你讲话的口水后 怎么样 把它弄湿的话呢 It can become 它有可能可以变成 叫做 It can become 好 Can表示 不保证 但是有可能会 所以 它有可能可以变成 a breathing ground 就是一个 繁殖场 或者是一个温床 什么东西的 繁殖场呢 for 用阶级词for a breathing ground for 什么呢 Harmful bacteria 有害的细菌 Bacteria 是细菌 那各位看到 那个harmful 来修饰它 就是细菌 不一定有害 有一些细菌 它会致病 所以呢 致病不是说 它会医疗你 是会造成疾病 所以它这里要强调 是harmful bacteria 所以它可能会成为 那种有害细菌的 这个繁殖场 我们看下一句 它说 Other experts have noted that face masks are best for people that are sick or particularly blank 其他的专家 have noted that 就是表示 他们表示呢 口罩are best 对谁来讲最好呢 are best for people 对一些人 哪些人呢 people that are sick 就是生病的人 或者是people that are particularly怎么样 particularly是副词 它修饰形容词 所以我们看到 剩下形容词不多了 而且很快 我们可以找到vulnerable 就是容易受到伤害的 所以你身体不好 很容易受到伤害 这个时候 你是particularly vulnerable 那这个时候呢 口罩对你是最好的 然后他还讲了什么呢 and that 这个that 就是接前面的 have noted that 上一行的 have noted that 所以other aspects have also noted that healthy people do not need to be constantly wearing them when not in public 健康的人 do not need to 不需要 be constantly wearing them 不需要说 持续的戴着口罩 constantly 就是不断的戴着口罩 持续的戴着口罩 when not in public when they are not in public they are 省略掉了 当他们不是在公共场所的时候 when they are not in public 健康的人是不用一直戴口罩的 好 我们看下一句 members of the medical community emphasized this as COVID-19 led to face mask blank 所以members of the medical community 就是 这个medical community 就是医学界 所以医学界的成员 emphasized 强调this 强调这一点 强调this 就是指健康的人 不必一直戴着口罩 除非也在公共场所 那他们强调 什么时候强调呢 as 当 COVID-19 就是这个冠状病毒 新冠状病毒 led to 导致了 face mask 怎么样 face mask 是名词 那后面这个呢 应该也是个名词 而且冠状病毒这件事情 大家都有一个 大家都知道 也有一个印象 就是它导致 口罩的短缺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填的就是shortages 好 那这个地方 为什么是负数呢 因为它不是一个短缺而已 是很多地方 很多次的短缺 好 所以led to face mask shortages 好 那我们再看 最后一句 它说 when it comes to disease prevention authorities advise frequent hand washing or the use of an alcohol-based hand sanitizer as effective ways of controlling the spread of germs when it comes to 当我们要谈到disease prevention 就是这个疾病预防的时候呢 authorities在这里指的不是当局 指的是医学界的一些权威人士 authorities advise 他们劝告 他们给我们的这个中固 给我们的劝告 就是他们要我们干嘛呢 做frequent hand washing 常常洗手 frequent 修饰hand washing 或者是他们advise 他们建议你呢 后面直接加名词 the use of an 你要用一个alcohol-based 就是以酒精为基底的 hand sanitizer 洗手液 sanitize 这个字呢 是to clean thoroughly的意思 to clean thoroughly 然后呢 你要remove dirt 还有bacteria 你要把脏东西 还有细菌 把它这个洗掉 这叫sanitize 所以hand sanitizer 就是洗手液 所以他们推荐 常常洗手 或者是用以酒精为基底的洗手液 as作为affective ways of 有用的 有效的方法 来controlling 来控制 affective ways of controlling 控制什么呢 控制the spread of germs 控制病菌的传播 好 那我们这篇文章呢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